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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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時空爆頭 開出在樂天桃園的最後一球 王毅正 藍英倫和溫瑋君 交易案生效之後 穿上了新東家 台岡雄英的白綠色T恤 回到最熟悉的桃園球場開球 藍英倫更是一度哽咽地說不出話 紅豆中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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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覺得我不會哭啊 但是真的看到大家的時候會 滿滿的回憶 滿滿的 很多東西從腦海裡泡出來 對啊 包括以前在藍英國的時候 複雜的感覺啊 對啊 因為 以前都是要把上一軍回來 反正就是開季回來 對啊 那現在 要跟這裡還有所有球迷道別 對啊 很 從來沒有想過事情 因為我剛剛差一點點 我被藍英倫影響到 就差那麼一點點 我想說我不是隱退 只是疑疾而已 對 藍英倫真的是會害死我 沒有 因為可能就是我一直流汗 最後球又新的又很滑 然後我又穿牛仔褲 又跨出去 我又覺得 反正爆頭 沒關係啦 反正這樣又爆電 剛剛兩位學長在旁邊 就是突然有一種情緒上來 畢竟學長他們 待在這邊的時間 比我還久 上午到新東家 台港報到 下午為老東家樂天開球 儘管一日雙重身分 但桃園老戰友 一則不捨 一個個送上愛的報報 而樂天球迷也是力挺到底 很多人邊哭邊錄影 為他們唱出最後一次 專屬應援曲 桃園桃園 台英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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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華盛新聞張若福鎮亞方 桃園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盛新聞YouTube頻道